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星期的《赢在美股》 都是我Jacky和大家分享一下美股最新的一些资讯 过去两个星期大家也有看师傅Grad的突发 写着血流性河 血流性河持续了三个星期 这三大支烏鸭已经跌了8% 由于各位之前已经和大家说了 顶住了上升通道 周善陀当时也出了4G之星 或者10字星随头 周善陀总的转势上头后 一个大阴烛Follow跌穿上升通道 当时已经和大家说过 是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trend转势 师傅也有说过 大家有看我的视频 新加坡也有说过 大家有看得兴 我想都很明显的 这些转势 不用这些超级热的分析员 都看到一个上升通道 Follow跌下降通道 加上我经常说 这一天是海期最关键的 跌2.77%的那一天 就是那一天 taze make sure我没有说错 那一天也找不到日子 为什么 这个是7月17日 这一天跌2.77% 虽然跌2.77% 虽然跌2.77% 你猜当时出现的通胀数据 是本身比预期低 我说了很多次 是正常利好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是抗通胀的大前提 但是反而通胀是缓和 谁知道股市反而还是跌 意思是市场的共识 即是跌入下一个trend 即是现在不是抗通胀的问题 现在就是抗经济衰退 这个经济衰退 我都说了 现在美国的形态 绝对绝对敏合一个 非常非常典型的牛市 三期尾段的一段时间 这件事大家也看回我 一两个月之前也已经说了 因为市场上升得很 即是大把声 大家应该有目共睹 这一两年都看到AEI热潮 各样都升得很厉害 借着AEI热潮 之后 这是第一个 其实最重要的是 第二就是 看到加完一轮息 之后就预期减息 我们也说了减息 虽然是一个E成 即是大家的Mortgage 也好 或者借贷也好 那样东西都会低了息 但问题是 为什么要减息呢 就是因为经济出现问题 我们早一两年就认为 不是减息 即是今次有少少不同 因为今次减息的E成 将会是往减息的 往减息 因为今次是 这几十年 加息最厉害的一段时间 但Lars 比我们想象中一段长时间 都是高息环境之下 其实演变上 即使去到 我说你现在是减息 即是去到 牛市三期尾段 非常典型的现象 就是 越减越跌的现象 但是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当然 我们会有些数据 各样东西 会再重复 整体我认为 虽然 血流程度好像很痛 好像到了 熊市一期开始 我不否认 现在又可能是熊市一期 但是我还认为 未来减息 9月第一次减息市场 已经价格了一件事 原来价格 价格有机会减1-0.5% 我相信 这个影响应该可以令 注意到 美股那样的反弹 再反上去 之后有机会 再减2-3次息 我都说了 As long as 业势报告还是健康 我认为 或者未那么快 踏入熊市柱 当然 我两手准备 只要是 因为我 cautiously optimistic 因为 you never know 现在市况 都是非常随力 我们早三个星期 还是很开心 走这些上升通道 躲着眼一路 直升值 即是一路 躲着眼一路上升 现在 记住 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 当时升 真的有多急 现在跌得也是 下廣东西也急 好消息是什么呢 你看到上星期 虽然是下跌 但是收市 是出现了一个随头 或者是婆罗的 OK 刚才低位 16582点 Exactly 就是这个支持线 那里顶住了 之后 收回16776 那都OK的 应该是 如果说 由低位来说 16582 到16776 升回 接近200点的升幅 即是收市 但 最重要的是 星期一会不会 Follow up 或是羊竹 还是继续持续 这个16582点 是非常关键的 现在 Future 也是一样的 上星期五 最可怕的 我想 整个星期 公布的数据 基本上 都一样的 但我认为 最可怕的 就是这个 飞龙的数据 就业数据 局长那一刻 在星期三 没有记错 增加了 增加了市场 当时 升至2.64% 但问题是 业势报告 加上 星期五的飞龙数据 不止业势报告 还有 救济金 都指向 美国的经济 是很明显 终于终于 这句话 说了一段时间 是 开始减息 就业数据 开始变差 开始出现一些 cracks 这些cracks 很多市场人士 包括我自己 都一直在问 什么时候 就开始变差 这个飞龙 都捱了一段时间 很大 我们经常说 20万的新增 人口 其实 这一两年都做到的 即使在高息环境 状况下都做到的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上周 如果不公布的飞龙 我想是我自己 since covid 这个所谓的牛市 开始之来 我们看到是最差的一个数字 比市场预期 是差很多 17万6 市场预期 公布到11万4 还要是本身上个月的好的数据 是调低到17万9 20万6 去到17万9 都挺obvious的一个alarm 因为你看到 11万4 基本上是这样按 你自己可以在 Invencing.com也好 或者很多一些不同的 经济网 那个叫什么 Trading 不是 Trading View 大家忘记了 Economics 我另一个网站叫什么名 Anyways 你不看 Trading.com也看到 基本上都没有这些 那么低的数字 可想而知 11万4 以及4.3% 本身 预期4.1%的失月率 这两个是绝对響起 就是美国的就业数据 我经常都说 还是维持得到 美国的核心支柱 开始就有崩溃 有些cracks 当然 一个半个月 就未是决定生死 但是 过去这两三个月 都是有些风声 都是说 数据 是relatively差的了 所以 现在市场 这个是挺有趣的 虽然局长在上星期的演讲里面 就没有确认 9月 是不是所谓的 就是减息 不过市场基本上 十拿九印加上星期五 的飞龙数据 你不减息就不行了 in fact 其实在说 星期五的早上 现在的价格 减70% 有七成的机会 联储局 是会一减 就减50% by the end of September according to CME Group 的数据 利率期货都反应差不多了 其实只是一个星期之前 在说这个机会 只有11% 很低 现在是说到70% 基本上是非常之高的 probability去发生 那 就是说了 慢慢翻译了 数据 因为你的数据 就业数据 经济增长 全部都是in jeopardy 你再不减息 去放宽的话 我想都很难捱 那我自己刚才也说了 我认为 你一开始减息的impact 是会大的 in fact 我认为 年尾都未必是 真的会出现 一个很大的熊市 开始熊市一期开始 in fact 我认为今次跌一跌 我希望 或者认为 我认为 就未去到最惨的一段时间 可以将会有bounce back 加上年尾的中期大选 再加上减息的impact 因为大家开心 rejoyce 就是终于减息 但我想 开心的一段时间 始终要迎接熊市的来临 我们也说了一段时间 大概在一两年之前 也说了一至三年 将会再玩一至三年 现在是不是玩完呢 每个time frame 就有少少是match 但是最后一层 或者还不能玩 我相信 这里还能玩的事情 或者在这里 减息一次息 或者两次息 之后还要美国大选完呢 还要加上一件事 就是上周 我们看一个数据 我觉得很值得留意 就是业绩报告里面 反映了这个数据给大家 其实已经刚刚今次业绩报告了 我们看到一些大公司 Apple上周公布了 which is 都不差 Amazon就一般 Microsoft Google 这几间 全部都是公布 即是跌市 即是股价跌 主要就是predicated on AEI 炒得太过分 in fact 75%的S&P500 已经公布了业绩 index is pacing for year over year earning growth of 11.5% 这个11.5% 是since 2021年 是最高的一个增长来的 所以可想而知 我们看到这个增长 反而是几值得留意的 因为我们看回 上几个季度 反而增长是差的 4.4% 1% 但我们看到 今次是年纪以来 第一次有双位数字的盈利增长 未来一二三四季 我们预计 亦有一个挺optimistic的增长 所以 即使我刚才所说 这个 未来的前景 macro上的前景 和 over 我刚才看飞龙亚数据 是绝对in question 但 micro上 反而未来的这几个季度 都仍有机会看好 所以我认为 未来的 虽然 面临大敌 血流成河的 开始 或者调整 这些 我想 其实我暂时 都是看回 如果 based on 这些数据 我就不可以 confirm 美国的经济 是完全 一定踏入一个大熊市 but 绝对是 很多cracks 已经出现 尤其是 就业数据 即是 那些 调回方向炒 当时 Easy 我都说过 7月17日 当时调回方向炒 CPI 通质数据 那些 绝对 踏入另外一个 所谓的trend 现在不是再抗通胀 我们要 经济增长 通胀 已经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现在是减息 抗大熊市的来临 最基本的 我刚才所说 16,500 这个纳资最好 最好 乖乖地和我 守住它 否则 未来有机会 可以再借 当然 下廣东道跌 的话 甚至乎 4月的低位 也有可能 要再测试 这一刻 我自己手上 拿着的股票 都是非常非常高 beta 有几只 公布了业绩之后 但仍然在支持位置上 164元 上面的google 这个大家抹下来 穿了 150元左右 nvidia 这只就上升了 你预想到nvidia 这只股票在这样跌幅 应该跌至抽筋 但答案也是跌的 但是不是真的抽筋 你看到 升了这么多之后 周五我以为就死定了 怎料它反而是升了低位 升了101元 升到107元 收市跌1.7% 记住 这只股票的升市 绝对是跑赢了大市 而市又不算太差 上周五都跑赢了大市 当然 现在要说短事 就是升穿的 198元左右 这些位置 再有更多机会 nvidia的支持位置 不能说 96元 95元 以为是超级明显 希望可以忍得住 不要補下跌口 其余那几架 amazon 就绝对值得一提 上周五 业势公布完之后 其实也不太差 但出现超级大垂头 但跌了大跌口 跌了8.5% amazon本身是一个feel good story 终于开破道上去 见了二字口 怎知现在又差了168元 我支持位置 这个列口 其实刚刚顶住了 出个隧头 挺帅的 最好周一 不要follow with 一些阴烛 最好站上176元 左右 否则145元 还有 都是跌离 就是support Microsoft也公布了 比较差 400元 再看看可不可以顶得住 如果大家 最强烈的就是Apple 反而以外 也有少少跌眼镜 本身Apple 我担心 需要不需要去换马 因为它的增长 我都说 未来几个季度 都会预期增长 但单位数字的增长 反而它站得稳 1216元 现在这些市况 会参加一些实业多一点的公司 Apple 虽然增长是低 但是它绝对是非常非常稳固 全世界是美国 或者全世界是最大的cash card公司 所以 反而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 215元左右 这个支持位置 还捱得到 是挺坏强的 但是组合 又不是全部都 all bad Costco 和UNH 都升了 在现在这个疫市当中 尤其是UNHR 就是之前爆了上去 我说有机会见6 虽然未到 但都会近的 只差11元 但是银行股 亦都穿了 现在这支支持位置 一顶住了200元左右 199元 这个支持位置 看看JP是什么 BAC也顶住了 37元左右 虽然前段 跌穿了40.5元左右 支持位置 都没有 即是不帥 但是 暂时都可以再看一看 所以其实很多股票 Google 刚才所说的Google Apple NVIDIA 这些全部都还在 支持位置上 那我 今个星期 未来 虽然业细报告不多 但 我想都可以看 这些支持位置 能否支持得到 那 顺带一提 如果有看新加坡的朋友 都知道 我穿了这个得子 这下 就立刻短了 这个得子 一天 就已经到了短线目标 大家看到 17,650点到 这个短线目标 上星期五十息 收1 7661 那我已经堆堆平坡 走了 以后我在新加坡 会再跟大家update 不过 这是一个 在疫史当中good news 因为一天 到了短线目标 非常之不错的 result 我自己就开心 今个星期 少些重要的经济数据 有几间的蓝筹都会公布业绩 但是上周最关键的 基本上都七七八八了 我想市场应该要慢慢慢慢消化 看看这些利盾的消息 再看看有没有机会rebound 还是继续走下降通道 再说一次 这个16,500点最好是先守得到 否则下降通道都很难捱 以后我们会再跟大家 在升级版上update 顺带一提 记住记住 我们这个赢在美股的节目 未来非常快 9月将会有一个新版本 记得记得到时候 follow着我们这个频道 我会和大家继续有一个 多元化多一点的美股 的update给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follow着 到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 interaction的一些 节目和大家分享 好了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记得大家也订阅我们 9点钟星期版 每一晚再和大家update 大事的走势 好 明天见 不是下个星期再见 多谢支持 有星期版的朋友 今晚见 多谢支持 拜拜 刚刚过去的星期五 有一个我的分享会完了 有成四千人参加 收爆了我们CX的Inbox 如果大家miss了的话 不要放过今次的限时重温 限时重温会到8月7号 如果想好好把握 最后牛三周期 和在熊市都做到 稳定的现金流的话 不妨scan图上 QR Code报名 大家有看过频道 甚至想过的同学都记得了 我有说过 减息那一刻 已经进入或者 甚至已经是 熊一的阶段了 其实我们已经距离熊市 真的非常非常之近 所以今次茶聚就很特别了 等Focus如何去赚尽天花 在最后时刻 就转到熊一的资产 在熊市前做最后的准备 所以今次的线上茶聚投资讲座 非常之特别 特地会Focus这个主题 题目是 赚尽烟花最后时刻 熊市前做最后准备 怎样在大跌之前 还可以转板块 或者留意什么讯号 砸起来绝仔 还可以来得及转到熊市一期 新的仓里面 8月21号 环球茶聚69 有我师傅 Jackie 和德卿 和大家一起制定 Q3Q社的投资选股方向 快点描述栏结 或者Scan QR Code回买费 想知道Q3选股组合应该怎样选 快点参加我们 师傅和你探索 Q3股部组合 这份由我研究部 精心为你准备的选股指南 里面透过不同勉强的分析 希望帮助你了解 做出名的选股组合 只要你数一下以上QR Code 或者以行列 填写简单资料 就可以即时免费下载 不要错过 好啊 立即行动啦 立即就下载我们 我要做附庸应用程式 贴着我们这班 我要做附庸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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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